原装原品加拿大进口优华式冰酒 给您甘甜纯粹清爽淡雅的口感 泰国高品质纯天然优得颈椎乳胶枕 乳胶床垫 让您睡得更香睡得更健康 场上裁判格雷格 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 你必须保护自己和承担我的领域 让我们有一个好处的战争 多佳 回到你的鞋鞋 进入鞋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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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入鞋鞋鞋 进入鞋鞋鞋鞋 进入鞋鞋鞋 poured 进入鞋鞋盖 正在这个台盎尽 进入鞋鞋鞋 进入鞋鞋 区块员 在届 Есть 加油 看上次 座 Greens 差棒 所以他的防摔是能够做得相当的好 毕竟是新疆制度区的摔跤冠军 而之前在我们武力龙中队的拳台上 我们也见识过他的摔跤技术 而之前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实力很强 但是运气不大好 后手漂亮 就是后手的轮摆 连续用自己的超长的臂战来限制对手 又一个 对 黄尼西的后手的轮摆啊真的是势大力尘 但是现在仅仅只敢运用自己的爆发力 快进快出 没错 不敢练战 确实在这个扑摔的能力上感觉 太阳拿胡安尼西没有太大的办法 又一个后手 好 顶住对手到龙往边 我个人觉得胡安尼西其实不应该去顶对手 应该放开跟对手去打战力 因为你这样顶着他基本上是徒劳 倒不如就是整个把对手给推开放开之后 两个人到战力状态当中 用自己身高上和臂战上的优势 然后给出对手更多的有效机打 还是顶住对手 想要抱单腿 但是这样抱住对手之后 是要听地面吗 顶西又漂亮 又一个 在龙往边的顶西 好的 现在双方的缠斗啊 实际上并没有分出太大的胜负 没错 金锦在缠斗当中防守得不错 是的 到这样的战力位的时候 黄尼西应该多跟对手打一打 这个防摔的能力确实不错 没错 好的 还是想要去控制住对手 刚才对手手牵地 想要通过转胯把欢迎戏给翻出去 对 没有成功 对 重心控制很牢 现在看看能不能过腿 自己的右腿看能不能抽出来 还是在推对手的左腿 那金锦现在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死死地勾入了黄尼西的右腿 一旦到了骑胜位 这条腿一旦能过去到骑胜位 对他来说也很危险 小心 好 已经快了 对 因为黄尼西人很高 没错 他在地面实际上攻击面积也很弱 现在要做一个手臂三角角 是的 另外一个角度啊 就是我们这边看过去的角度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 但这样来说的话 顶不死对手啊 对 比较难 就是自己肩的力量其实是用不上的 和肩卡的这个位置是用不上的 对 现在学乡可以只几身来进攻啊 没错 好的 到骑胜位了 直接被对手翻了回来 对 金锦逃脱的也是很坚决啊 是 现在金锦直接过到了侧房 是的 在地面上的速度也很快 嗯 在这个位置 对 还是想要把对手给顶开 对 再往后面要拿背 要拿背 对 对 王尼西在摔 小心 对手一条腿勾进去了 没错 十秒钟 没错 但是金锦刚才的这一轮反攻啊 从自己差一点被对手拿住之后的这个反攻 逃得非常坚决到起来之后 意味着想要去拿背 拿的也是非常的坚决 虽然时间上是没有够 但是这一轮从防守到进攻 这样的一个转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 呃 这一波的进攻啊 整体来讲完整性做备也非常的好 对 王尼西这边呢 尽管在战力上有绝对的必展的优势 但是 看得出来 他还是更喜欢打前套 打地面 是的 所以 既然在战力上有优势的话 看看能不能 呃 挡时间更长 好的 走起来 期待要双方 下一回合的比赛 You ready? You ready? Fight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这个回合 不知道 胡安尼西在自己的战术安排上 会不会有新的打法 对 又是后手 这边对手要去爆炼 对 对 还是要多打一打自己的战力啊 而自己的身高臂展上的优势 第一是在那放的 第二次的后手拳的确很有威胁 嗯 而从第一回合看来 反而是 好的 直接摔到地面 对 嗯 胡安尼西还是不太习惯打战力 没错 打着打着就去缠斗 嗯 给你吸 然后不好 对 裁判之前两人需要进攻 对 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如果两个人只是在地面进行这样的压制 没有更多进攻的话 裁判是要把他们给叫起 嗯 重新回到战力的位置继续比赛的 那两人在地面上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防这个进攻 没错 终于出了一拳 两拳 打类 你俩对手类不 而金井其实比赛打到现在我个人觉得他在地面上的能力并不弱 好的 尤其是自己从劣势往强势上转啊 就是从被压制到压制位的把位的转换 自己的思路非常的清晰 还是鼎鼎队手 好 黄尼西在这个位置 分开 好的继续推开 要抱摔 也抱了单腿 对 前顶 好的有机会 黄尼西也没有想要靠龙网 反倒是金井这边把黄尼西顶到龙网边 对 看起来 看起来 你不能利用龙网 对 看起来 金井现在也需要喘口气 是 如果顶住你我先休息一下 但是 要用腿把这时候往上挑 对 但是格雷格始终是在看 好的 站起来 起身应该问题在,好,转,想要拿背。 团队琪反应还是很快啊,所以起身那点很快。 好的,这下很重。 但是刚才那一下虽然很重,但是伤害指定不是太大。 现在进行继续用自己的这个颈骨顶住团队琪,不让她的身体完全的能够压进来。 没错。 团队琪在抢的双叶下,如果她在这个位置没有太大办法的话,可以尝试地再去摔一摔。 现在又有一个顶膝。 团队琪对。 团队琪在这个位置可以想办法看能不能有手机的机会。 团队琪在这个位置,对,其实就像刚才郑文奇老师所说, 雨琪没有太好的办法,还不如进地面。 团队琪最后一次警告。 团队琪这边不可以再抓龙王。 团队琪是顶到对手的蹈步。 团队琪对,这应该是一个无意识的激蹈。 那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环利希这边最多是有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来休息调整一下 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 好 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从站立开始 后手又打到 对 还是尽可能多打打站立 没错 对手的站立 特别是距离上的话 还是比较吃亏不说 距离它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对 这个暴摔非常的强烦 把胡安静西从龙往的一边顶到了另一边 对 尤其是暴露之后往前冲的这两步 应该是生生把胡安静西给冲倒了 所以现在更想进到地面的 其实是蓝方金井 因为也能感觉到 两个人一打站立的时候 个人觉得金井的确是有点触 对 够不着 没错 而想要进到 胡安静西的内围又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 与其这样倒不如进到地面好了 走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这回合你怎么看 赵老师 这回合呢 两人打打是比较胶着的 在地面上呢 是互有压制 而胡安静西呢 实际上在龙斌的压制时间更长一点 没错 对于这个金井来说 他除了比赛当中的爆摔之外 其他没有太多的进攻场的量 好的 装饰休息后 我们一起来期待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当然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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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也是决胜局的比赛 因为前两个回合打的都比较的胶着 所以这回合我们也非常期待 有绝对性或者说决定性的胜利出现 还是要压胯之后往前顶一步到对手的侧身位 现在胡安吉西想要去压到上位 但是又被球球给翻了过来 没错 现在刚才胡安吉西有一个想要过身去拿背的动作 但是却是被对手死死的抓住了自己的一条腿 对 想把对手给踢出去 但是所谓基金来讲应该不是这么轻易被踢出去 还是要继续进入地面 没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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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又到地区了 挺住对手继续回到龙往边 其实这场比赛 双方都在龙往边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尤其是对于胡安吉西来讲 像这样的控制其实是金井啊 也就是蓝方选手更愿意做的 好的 胡安吉西还是顶住对手 那双方呢在这个产暴当中没有太多的进攻 没错 半摔 没想要去勾对手的脚踝 对 金井在龙往边的防摔也非常的聪明 直接把右腿一顶过去 好的 终于是报道了 胡安吉西呢在刚才那个回合 包括这一回合 连续几次都是被对手压在上位 没错 现在到了上位之后 看看能不能有有效的进攻输出 这两人实力呢也很接近啊 是的 对于是在地面上的较量 感觉在上位之后都没有对手 都没有办法去这个进攻对手 没错 还是要压制住对手 但是仅仅的压住是不够的 自己的有效进攻要打出来 这边 霍尼西这个秩序比较奇怪 没错 面显尴尬 因为自己的左臂其实是被对手给辞职的孤住了 而且还要小心对手错木村 自己的左臂现在是能够住了 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想做木村还不太容易 毕竟我感觉力量上好像霍尼西有一些优势 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两个人叫起重新回到战力 这就是我们比赛 能够住的这种尝试 没错 这下压的还算比较辞职 因为自己基本上整个上肢的重量都压在了对手的背上 对 这时候顶 顶 顶 还是想要顶 但是想要顶开就不是太容易 最后十秒钟了 这边 后手打到 你的拳呢 好 好 双方张比赛还是比较胶着 没错 并没有 哪一方面 哪一个选手是在美洲去的 不然没有很显著的或者说决定性的胜利出现 对 三个回合比赛打完 我个人依旧是认为 胡安妮欣 作为身高臂展中非常有优势的一场比赛 自己在战力上的输出还是少了一些 对 战力打的比较少呢 让他原本有优势的这个能力 没有能够发挥 所以也跟比赛打的就更加的艰苦了 没错 我们一起来期待亚本场比赛最后结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好